詩光離子都完全沒有 我們這個月的新品就是出了一個叫詩光離子 那各位聽到詩光離子會有什麼想法? 詩光離子是我們的藥水 也就是雙狀的軟化藥水 那你們聽到詩光離子會有什麼想法? 柔 柔 因為它會說什麼? 詩光嗎? 又有光澤 又有光澤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詩光離子不是只有柔跟光澤 它要的是什麼? 速度 速度 最重要的 對 它要的是速度 還有你們有沒有客人 我們一直在告訴自己 我燙一個頭髮 它撐了一年不夠成本 它一年後才會回來卡 但是你就是要有這種客人 要不然它就不會找你 一年也沒關係 它就是要捲一年 它不是要捲兩個月 它要捲多久 一年 那我希望各位 藉由今天短短的時間 我希望各位先認識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出這麼多藥水 那你手上為什麼要拿這麼多藥水 甚至你今天手上如果剛好沒有這麼多藥水 那你要怎麼辦? 是不是可以調? 我有沒有給過你們一個配方表 對不對? 那是不是都可以調? 好 那在可以調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各位先教解一件事 看頭髮 你們所有手上拿到的藥水 裡面它到底在幹嘛? 它到底的成分在幹嘛? 現在我們目前看到的 我說我們第一個叫濕光 第二個叫我們以前很明顯的叫什麼? 深化 第三個是我們的HR HP的 一般 一般也就是我們以前的什麼? 健康 一個是什麼? 中度 然後一個是受損 好 這些藥水裡面 你必須要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拿這麼多藥水 我就去拿一瓶就好啊 為什麼每次都要跟我們的夜味精 這麼多藥水 你們必須要先了解一件事 藥水本身它裡面 為什麼可以看頭髮 就每一包都一樣 為什麼它可以看頭髮 看頭髮的目的是為了打斷什麼? 鏈劍嘛 它什麼來打斷鏈劍? 藥水 藥水吧 那藥水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乙瘤醇酸 好 乙瘤醇酸的高低 也就是說 今天各位看到你所有的藥水裡面 都會有一個叫 乙瘤醇酸 好 一個叫CYS 就是半光氨酸 好 各位請問你 以前的藥水有沒有這個東西? 沒有 所以它沒有辦法好好的幫我們怎樣? 互綁、打理 甚至現在目前我們手上的冷湯藥水 有很多也是怎樣? 沒有的 那我要告訴各位 價錢是這樣區分的 它加了什麼? 要不然你們有沒有擺過那個外面 我們現在應該比較無愧的 早期學生時代的時候 外面不是有賣那個 一大瓶一劑、一大瓶二劑那個嗎? 有沒有很臭很臭很臭那個 那為什麼我們去買那個才50塊、100塊? 因為它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誰? 有瘤醇酸 它就是止存藥藥水 好 那其他的除了半光氨酸以外 當然會有什麼養貓子啊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都是所謂的什麼? 護理品啊 就是養分 就是我們在燙頭髮裡面需要的養分 在裡面 第三個 這個藥水很注重什麼? DH池 好 這三點 我希望各位注意一件事 第一個有唇穿 剛剛我說它在幹嘛的 打斷鏈 放你頭髮怎麼燙卷 怎麼燙池 我現在頭髮辭職的你要把我弄成卷的 而且要固定成一年 甚至只要不剪掉 那個卷都不會不見 是因為它把我的鏈劍打斷了 然後再用惡劑把它怎樣? 重組了 它就怎樣?固定了嘛 那固定的這個中間 必須要有所謂的物理電話 物理電話就是你們所謂的什麼? 卷子嘛 或者是什麼? 玉米區夾、離子夾、鏈棒 什麼什麼什麼工具都可以 所以藉由這個中間過程來把它弄捲、弄直 之後勒 是不是用惡劑把它怎樣? 固定 這樣比較燙頭髮 那這個燙頭髮的油唇酸 不要忘記了 它在打斷鏈劍 第二個 在做什麼? 燙頭髮的過程會不會流失油跟水 所以它在補充跟保養 第三個PH值在幹嘛? 為什麼要趴? 我都很希望到最後實驗室做出來就是沒有趴 我告訴你沒有趴就沒有腮污了 什麼意思? 只要沒有趴 燙頭髮就不會壞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我意思? 那PH值在幹嘛? 重點 重點在幹嘛? 我每一次都叫你們燙頭髮不要怎樣? 不要加熱 不要加熱 所以PH值在打開毛鱗片 所以你就會看到 我用PH值來打開毛鱗片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熱源 加熱不是在打開嗎? 所以你們重複做了 所以你們燙出來頭髮會偏乾 好 那既然PH值在打開毛鱗片 那請問各位 我現在上面寫的這些藥水裡面 會不會全部處置都一樣? 不會啊 因為都一樣你就拿一包就好了 是不是不會一樣? 所以當它不會一樣的時候 來我用這樣把它寫過來 時光跟真話 來我用這樣來代表 時光 真話 好 我用10來代表 乙瘤醇酸越高 表示這組藥水越強還越弱 越強嘛 對不對 所以當乙瘤醇酸越高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很強 來 時光我如果假設有10 我們的真話是9 我們HP的 HR的第一半的是8 這裡是6 這裡是2 來 有沒有發現 差不多少 是不是差不多 那你從這一個第一排數字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當我頭髮很健康的時候 我就要靠誰 靠誰 時光跟真話 當我的頭髮非常瘦損的時候 然後我要靠誰 HP的頭髮 是嗎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你們有沒有碰過一件事 當我的頭髮很瘦的 我用它來看頭髮 可是看完之後咧 沒卷 對 沒卷 為什麼沒卷 因為它太少了 這樣了解嗎 因為它太少了 反而讓你造成梅卷 因為你太過度的 太怕保護 然後結果沒卷 所以從這裡我就要告訴各位 他還有誰可以幫他 第三個 H值吧 好 那第二個半光胺酸 我剛有講了 藥水的價值成分 在決定你的價錢 所以你的保養的這一塊 第二個 價越多 它就越怎樣 越貴 請你們記得 當你拿到的藥水比較偏貴的時候 表示它這個第二排多還是少 哦 這樣聽懂嗎 它一定是這樣來比喻的 好 那假設我現在這樣用 時光我們的CYS 一樣有0.5是1 生化有1 這裡有2 這裡有4 好 有沒有發現CYS比較多 HB的瘦鼠嘛 對不對 是不是非常多 好了 這麼多 結果它保護成分這麼多 移瘦存在這麼少 它當然很難很難去怎樣 破壞嘛 一定很難破壞 好 當它很難破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的頭髮很爛 結果我去找這堵藥水來看 我很怕怕再去吸爛下去嘛 可是結果很容易 讓我造成胖部瘦 要不然就胖部瘦 這樣很容易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不是一定 胖就來糖瘦存放 不是這樣論好 是應該說 我要看這個頭髮的強韌度 很夠的時候 結果我倒建議各位找誰 找前面的 因為這裡很高 那這裡很高的時候 我必須要靠誰 這一排 結果這裡很高 這一排夠不夠 不夠 不夠嘛 所以不夠我用誰 後面來加前面 也可以啦 後面來加前面 不是就把它中和了嗎 但是我現在要它很高 那它不夠 所以我就加誰 腳原爛白 所以我為什麼 我叫你們調藥水裡面 要加什麼 腳原爛白 胖頭髮裡面的大筆 要加什麼 腳原爛白 結果就造成 我又可以把它打斷的徹底 又可以把它護髮的怎樣 完美 這樣胖頭髮 我告訴各位 他絕對不會 他會怎麼講 繞個 有的人是 第一天下來就繞 然後他就硬講 說等一下 哄一哄就捲了 那個哄一哄就捲了 他回去咧 回去洗頭了 他會捲他 不會 真的不會 我相信各位應該也碰過 你的客戶應該也是 沒有胖卷就沒有胖卷 你在怎麼回去 怎麼轟怎麼裝 會不會捲 不會 那如果有捲咧 我不理他 他等一下自然不乾 會不會捲 他還是捲的 所以不要忘記這一點 好 PH值 這一塊也就是我們忽略掉的 所以我們在現場 有很多人看頭髮都忽略掉誰 PH值 PH值 我剛剛寫的 他在打開毛人片 但是 你們常常利用誰 溫度 所以也就是誰 蒸汽嘛 蒸汽或ET會不會有溫度 所以請問各位 你們兩個人都有的時候 你的頭髮會怎樣 太乾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 兩個人都有的時候頭髮太乾 我只要我的毛裡面打開 那他打開了就好啦 那你幹嘛還要再讓他怎樣 我本來五分鐘可以打開 那你再幫我加熱 這個他可能三分鐘就打開了 但是你並沒有三分鐘去完全打斷 你還是要等幾分 五分啦 好了剩下那個兩分鐘 我要告訴各位 你的水跟油就被他帶走了 就通通被他帶走了 那帶走之後你就會發現 我為什麼我燙出來頭髮 油卷 可是都偏怎樣 偏乾 好 這個PH值 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PH值 在我們的濕光跟生化 可能有達到9 9.0至9.5之間 好 這裡也全部都是什麼 8到9 8到9 好 有沒有發現PH值 全部都長得一樣還不一樣 一樣 一樣欸 一樣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當你有一個很爛的頭髮 就是漂過的或者是很毛的 我用他來看頭髮 結果一軟化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還是怎樣 他還是爆 他還是爆 他已經剩下2了 可是為什麼你軟化出來的話 他還是爆 誰讓他爆的 他讓他爆的 這樣理解了嗎 好 如何讓他爆 PH值很簡單 他是不是很高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拉低 用什麼方式拉低 腳圓嗎 對不對 我是每一次都跟各位說 腳圓大概在4、5之間 他可不可以把9直接降下來 還有咧 當你軟化到1半的時候 已經快要不行 快要不行了之後 還有一個什麼可以拉下來 就是 還原 還原嘛 嘿 還原是不是可以把它 還原不但可以拉下來 他還可以幹嘛 中止 中止這個繼續打斷 第三個咧 那還可以幹嘛 不要忘記了 我們還原最大的力量 我跟各位講 要中止很簡單 水沖就可以中止了 但是為什麼要讓你們 又花這麼多錢來買一瓶還原來中止 因為他不是只有在中止而已 他在幹嘛 他在補 補誰 補這個 補這個 他在補這個 我們的環園裡面有交繳蛋白 我希望各位如果沒有用過環園的舉手 到現在都還沒有碰過環園 欸你們勇敢舉手沒關係 搞不好等一下我經理看他要送你一瓶 對 因為我每次這樣運動要你敢舉手 我就是沒有用過 但是我就是 因為我要告訴你 他的用處在 他可以補充大量的什麼 腳上擺 欸你知道你們在燙髮的過程 調髮的過程 軟化的過程 甚至冷燙的過程 如果你看到那個頭髮有點毛了 乾了 告訴你們分環園是會好的 他可以救回來 他比我的手還厲害 他比我們的手厲害太多了 這樣有沒有理解我的意思 所以你要認識每一支產品 就是當我用這樣的方式 我現在說腳有蛋白可以把它降下來 我要教各位一件事 當你抗卷的時候 在現場我所有的產品裡面 什麼是酸的 只要是酸的 就可以把這一排降下來 對不對 但是酸的 第一個 第一個我剛剛說誰 腳原蛋白 腳原蛋白 好 這個腳原蛋白是酸的 第二個它是抗熱酸 第三個它是蛋白質 第四個它裡面有氨基酸 所以它加進去 它可以讓你的頭髮補充太多太多的第二排 這樣聽懂嗎 好了 二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降下來 你們在現場什麼可以降下來 什麼最酸 你們先想像一下你用的產品裡面什麼最酸 我們裡面最便宜的東西 什麼最酸 認識最酸 但是我會不會叫你調論師 因為調論師會怎樣 胖不覺 是啊 我們在早期是不是很多人都一直重複一件事 早期的師傅一直教助理怎樣 我要燙頭髮 我要燙頭髮 連鋸起頭不可以怎樣 他很太怕助理把他抹上了什麼 為什麼要認識可以胖不覺 剛剛說的他非常有很大的能力把這個球怎樣 直接拉下來 好拉下來之後勒 這個大概幹嘛的 欸他們都在喔 你雖然加了論師 但是他們都在喔 但是為什麼會胖不覺 因為他很酸 他把他拉下來了 但是他的作用在幹嘛 胖 所以他把毛鱗片怎樣 閉起來了 你誰都進不去 你這裡有多少東西 多少 多好的來打斷 多好的護理品有沒有用 沒有用 這樣理解我嗎 但是雖然沒有用 我還是希望各位可以用 用在哪裡 我要告訴你們用在哪裡 你看那個美女 她的頭髮有沒有票 是不是枕頭票 她現在如果有一點毛 或有一點自然卷的彎 她來要求你們把她燙遲 有沒有人敢啊 不敢嗎 你覺得用她 你覺得用她 會不會爆 蛤 有沒有人試過 會不會爆 爆吧 我不相信你會爆 對 不管怎樣 你看她已經飄成這樣 我用她 我就覺得 欸HP的瘦鼠不是很好用嗎 因為她很弱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會不會爆 爆 誰讓她爆 這個讓她爆 不是她讓她爆 因為她只有惡而已 好 她讓她爆的 所以那你怎麼辦 如果讓她不爆 欸這個時候我就教你們的 她既然要這麼少 為什麼她要這麼少 因為她的原則上已經沒有鏈鍵了 那個鏈鍵已經不用打了 她現在只是要求你們爆 那怎樣 稍微弄紙嘛 那你稍微弄紙的情況下 又不能讓她爆 所以你就只好用誰 只有這個時候可以用 這樣我能理解 那燙卷可不可以用 軟化可不可以用 不可以 唯一我請你們用認知法定的 就是在這種頭髮 但是這種頭髮原則上 應該這樣講好了 我們不應該幫她燙的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客人一直要求 她還是要把她拋回弄直一點 亮一點 不要那麼膨 不要那麼毛 會不會 當你有碰到這樣客人 好不要忘記一件事 你們現在我是比喻她 這麼巧她剛好枕頭都是瓢的 有沒有很多客人 現在來的時候 這一塊瓢的剩下這裡而已 對 有沒有 是不是很多 那剩下這裡而已 她要不要讓你剪掉 就不要 很奇怪 她明明已經爛掉了 她還是不要剪掉 那你在上一季的時候 會不會去抗 會嘛 所以這個時候那一塊 我請你們大量的圖鎮師 我包準你把它燙得非常旺盛 一根都不會爆 一根都不會壞 為什麼 因為它的H值把它降下來 這樣聽懂沒有 所以你們如果這樣理解 你就會發現 我在現場很好操作 我雖然沒有這樣一顆頭 我說一顆頭不應該燙 但是這個多不多 尾巴剩下一點點的多 然後你連要修一公分都要一直跟她 斤斤計較一直想一直想 欸我不想要剪斷 我都留不長了 為什麼她留不長 她就一直斷了讓你留不長 我告訴各位 你們這樣幫她處理一次 我像我的共感 我會寫一篇在上面 讓你們學會什麼叫矯正 這個可以讓你創造很大的業績 嘿 很大的業績 因為你們都會發現啊 我發現美髮人有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需要學習的一件事 就是美髮人太被動 什麼叫太被動 是啊 第二個咧 第二個咧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每一個客人進來 我要洗頭 我很好那就洗頭 我要浪訪 好那今天就燙頭吧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做事就是這樣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人家其他行業咧 其他行業的客人是不是自己來的 是他們怎樣 自己去找的 但是你們有沒有很幸運 客人自己來的 你會去路上發人家來洗頭嗎 會不會 啊你們有沒有看到保安公司的專櫃小姐 她穿的美美的很漂亮的 她要不要去拉客了 要欸 她看到客人走過去 只是這樣 我這樣稍微走過去這樣看一下 喔她就好積極喔 小姐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這樣是不是在拉客人 欸你們不用欸 但是你們好被動 因為被動到 客人洗頭就洗頭 但是老師我不一樣 我沒有要求我要做很多 但是今天客人來洗頭 你會不會發現他的頭髮的問題 很多問題嘛 頭髮不是只有洗頭而已 不是每天把他洗乾淨而已 頭髮會不會忙 他有沒有自然卷 他甚至給人家燙爆了 壞了 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幫他處理 簡單的一項就好 然後從便宜的先講 從有感的先講 什麼叫有感 什麼叫有感 他今天要來給我洗頭 我現在看到他穿黑色 如果全部都是頭皮圈 我可不可以馬上把它處理掉 這個叫有感 他馬上看得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 你把它處理掉之後 你下一次來跟他說 欸你頭髮那麼毛 我幫你做矯正 幫你護髮 他會不會聽 這樣理解嗎 好了 那他那個頭皮圈 很有感的處理掉怎麼辦 你們都怎麼辦 是嗎 但是如果我不想要 欸有些客人是這樣 我現在跟你說 做頭皮的也要800塊 但是他會覺得 800塊太多了 你可不可以從那個 當你的客戶 我現在跟你說 剛剛下跌你的頭皮 其實很多 你要不要今天順便處理一下 這樣這樣 你看他回應你什麼 他如果回應你說多少錢 表示他怎樣 很在意錢 你就從200塊的講 那如果他說 真的喔 這個很久了 怎麼樣呢 都不會好了 那表示他在不在意他 他說 Michelle 在意 那就不要管錢 從貴的講 從貴的開始講 因為貴跟便宜 這一點差很大 200跟800 我一樣做一個小時 差很多了 對不對 但是首先你要讓他有感 什麼叫有感 欸我看到他這樣了 然後他如果第一句話 就回我說 可是我可能時間不夠勒 可能很忙 可能這樣 一直找很多理由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錢 因為他一直還沒講到錢 我就會先講 我就會先講說 如果你時間夠 你就可以做 Coppy Spa 做長一點 那如果你時間不夠 我馬上幫你處理 只要花個10到15分鐘 那一個Coppy Spa比較長 800 一個是200 欸他這個時候 他就會以後可以選 我如果不在乎錢 我就要怎樣 我就要做800 我要做看看 我如果很在乎錢 我就會想說 好那你先做200塊看看 200塊要有感 不是隨便喊一喊 那什麼叫有感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剛好剛剛提到這件事 當你的頭皮血很多的時候 他來洗頭 不要直接去洗頭 請你們先做一件事 去拿益師城的那一瓶精華液 只有兩瓶 我現在用到我們所有深紅的頭皮水裡面 只有這兩瓶效果是讓我看到最明顯的 老師我是用NPBO 但是為了這兩瓶 我都跟我們總監講 一定要給我 為什麼 一個是精華液 一個是什麼 乾淨的 我要告訴各位是 當你拿精華液來把他整個上去 全部都把他一層一層上去 上去完之後 蒸氣加熱10分鐘讓他軟化 去拿去角質的洗髮精 洗一遍上來 他頭皮血大概可以掉8層 只有這樣 你不能想說 我用去角質的洗髮精來洗一洗 他就可以好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有些已經硬了 或者是黏在頭皮上的 他沒有需要軟化的時候 他其實跟我們臉一樣 臉如果沒有大量的去角質有沒有 他的角質層是在 你們用洗面罩洗得起來嗎 洗不起來 你們回家試試看 你用去角質的產品 戳過之後 那個皮膚一定會比較滑 那表示那一層是怎樣 起來了 那你那一層沒有起來的情況下 我用去角質的洗髮精 把它洗乾淨 現在看起來很乾淨 但是等一下 脆乾了之後勒 它又開始乾了 乾了之後它又開始怎樣 它就開始掉了 所以你必須把那個表面全部都 把它怎樣 一個油性的 你就用精華液 就是那個玻璃品的那一瓶 乾性的 你就用氧髮精 記得 我們每一個品牌 其實都有這兩瓶 一個叫做油性的精華液 一個叫做氧髮精 是看乾的 如果你分不出來 它到底是乾還是油 你注意看它的臉 你看它的鼻子 就看到臉這一塊 這一塊有沒有出油 這一塊如果出的很油 有沒有 你就去拿玻璃品的那一個精華液 那這一塊如果很乾 你注意看有些的症很乾 就是連鼻子都會有點怎樣 脫皮的那一種 那一種表示它很乾 那很乾的時候你就拿什麼 兩髮精 先上再蒸汽加熱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去洗頭它就好 它就完全好 那這個動作你一開始 你只是很簡單上個火鼻水對不對 你可以先讓它體驗一下 你收個兩百塊 那你本來來洗頭兩百塊 再加個兩百塊好不好賺 好賺啊 你不是一樣在洗頭吧 但是我要告訴你 這是你創造你的價值最快的方式 因為你幫它怎樣 處理掉了 它可能因為這樣去買了各式各樣的什麼 洗髮精 甚至你還可以在當下 欸它好了 下次來洗頭告訴你比較好了 它還會跟你買頭皮水和什麼 洗髮精 它會以為是我們的洗髮精 它會以為是 欸那我最直接的 客戶本身在家最好用最直接的就是誰 洗髮精 這樣我們理解 欸頭皮水這一塊很積極 我希望各位身為一個美髮師 不是只有會洗頭會燙頭吧 你一定要學會什麼叫行銷 那行銷這一塊 我希望各位這麼好的產品到你手上 也不是只有你手上才用 你要把它銷出去 尤其是誰 我們的洗髮精跟頭皮水 各位我們在這幾年下來 台灣已經漸漸進入就是 大家很養生觀念很高 然後很注意什麼 很注意身體 如果你跟他說身體哪裡會好 哪裡會怎麼樣 他都會聽 所以有沒有發現 我們昨天經理查那個 查那個那個 那個便當的單子給我 我就發現啊 你們不是只有你們這裡 我們台北一樣 有沒有發現那個便當 像我們台北都150兩半 都是什麼 養生餐 舒肥餐 我告訴你賣得非常好 為什麼非常好 你覺得吃的好吃嗎 有的是真的也沒那麼好吃 但是會怎樣 因為我心安啊 我吃了我就覺得 我好像沒有吃到怎樣 這麼多油 那是不是會讓客人心安 那雖然我很忙 都愛食 可是我吃了這個便當 我會告訴我 我至少今天沒有吃到垃圾食物 那是不是叫心安 我跟你講人有一半都是在求這一點而已 他不是真的很喜歡吃 你覺得大家喜不喜歡吃 很好很好吃 很好很像的東西 但是很像的東西一定怎樣 很健康 對啊 我們都知道 但是問題是他還是很好吃啊 那雞排好不好吃 好吃啊 因為外面賣雞排越來越多 而且台北的雞排已經賣到100多了 你知道嗎 還是聲音那麼昂 可是我們都知道可以不要吃 就怎樣 就不要吃 我都告訴我自己 一個禮拜絕對不可以第二次 好你說 我要 你說你怕我擦 我還沒有要擦 到底要拍 我想說你怕我擦掉 好 這一塊很重要 也就是說 當你看到我們白板上面寫的 你就已經了解說 我現在胖頭髮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對不對 好了 這個是在幹嘛 這個藥水是在幹嘛 是不是軟化 我們今天要燙溫碩 燙磷子也好 燙所有玉米需也好 什麼燙都好 第一個動作先軟化完之後 再來會有什麼動作 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如果在軟化的第一階段錯了 來得及嗎 還來得及喔 還來得及 因為你們通常都忘記了 我們整個看法過程裡面不是只有軟化 很有可能你軟化得非常成功 結果咧 第二階段要幹嘛 加熱了 結果爆了 或者是二階上不夠 結果怎樣 沒覺得 嘿嘿這樣我們理解 我們有層層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重不重要 重要嘛 來這裡是軟化 軟化完之後 再來就是靠誰了 溫度 來溫度 請各位記得 我們靠溫度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好溫度 以熱塑基跟離指甲好了 我們先從熱塑基 各位你們都怎麼講問 高到低 還是低到高 還是恆溫 恆溫 為什麼要選擇恆溫 因為太胆 一個是高到低 一個是什麼 低到高 一個是舒肥的野底 也就是什麼 恆溫 就是用60度 好 這三個人 塑出來 你們覺得誰比較美 還是你們都也隨便隨興 想要怎麼開就怎麼開 來 從高到低一直瘦的人 比較多的舉手 都是幾乎從高到低 沒有幾個 低到高 低到高 你看幾乎都是低到高 因為現在會舉手 這些人應該都是怎樣 因為你們覺得他太高了 會怕 他會爆掉 第三個 有沒有人一直用60度在瘦頭髮 一個 兩個而已 兩個 三個 好 好 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60度 瘦 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不解 再來勒 時間 是不是要很久 很長 好來 我要告訴各位 第二個溫度非常重要 一個高到低的力道高 一個疏肥原理60度 那你們怎麼選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我要告訴各位 當這一段軟化起來之後 才能判斷溫度 你們不要再把溫度設定在 我現在看到他的頭髮 已經這麼細軟了 這麼毛了 那我等一下就必須要用什麼 哪一個 不是 來 高到低 通常都是 以 健康 第二個以 中度跟 比較 比較 還不到受損 我們寫中度就好 好 第三個寫 受損跟 瘦染過的 這三個 以這樣來講 這三個人 不是你看到來的時候的頭髮 是什麼時候 是軟化起來後的頭髮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這個時候還能讓你救 再救一次 軟化起來 有人軟化的非常完美 覺得他好漂亮 軟化的非常完美 那就表示他是健康的中度 健康嘛 我告訴你 你要多高都沒關係 或甚至你要節省時間 你直接一次 一三五把他受三十個 都沒關係 這樣我們來聽懂我的意思 當你軟化起來 來摸到你的頭髮已經怎樣 變細了 然後有一點毛了 這個時候 還不至於到非常受損 就是變細了毛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選誰 第二個 這樣聽懂嗎 好 當你來的時候看到他的頭髮 他本來就是細的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也不是因為細髮粗髮 我現在不是這樣論 他本來就是受損的 毛的 結果當你軟化起來之後 你發現完了 好像有點怎樣 過度了 這個時候 除了剛剛軟化 然後還原完完之後 還有一個可以救 叫什麼 溫度 這個時候你就要利用誰 豬肥 他就不會再抱一次 他反而會跑回來 有沒有人聽不懂我這句話 這個溫度很重要 這個是第二階段的救法 所以老師那個是過度抱 我們就用軸尾 你有60度的方式去做 對 還有一個 飄的 不管他有沒有抱 只要他是飄法 你就用這個方式 他絕對不會讓他再受傷 這樣聽懂嗎 如果尾巴是飄的 髮根是健康的 那這個時候你要靠這個 那剛剛我不是說 剛剛我不是說 如果是尾巴是飄的 我用酸來把它把它比好 你在軟化過程是不是沒有壞 所以他還是健康的 好 如果是一半這樣 我會建議各位 捲置的方法很重要 也就是說 當我的頭髮一半一半 這裡非常非常的健康 這裡非常的怎樣 受損 我今天選擇是用溫柔肌 那我應該怎麼選 小皮膚 是吧 你把他的髮根健康的 繞到卷筋裡面 把那個瘦筋的放在外面 那就不會了 這樣有沒有聽懂 這個很重要 這個繞法很重要 你不可以再像早期 我的客人可能要轟掉卷 你又用紙包 然後從裡面進去 然後等一下那個外面都沒捲 裡面已經放掉了 這樣你懂嗎 嘿 或者是有兩個方式 因為髮型的關係 因為整理的關係 客人可能是比較偏 他都用轟的感覺 那我還是要由內往上卷 對不對 好 由內往上卷沒關係 你就怎樣 先想一下 我現在卷子是靠誰 臭損的鬼吧 對不對 那我就選他 那選他20分鐘的時候 髮尾差不多了嘛 再來呢 你很耐怕誰沒幹 表面嘛 表面去用隱梯 這也是一個方式 兩段式的方式 就是有兩段式的方式來處理 這樣有沒有聽懂的意思 這也是一個方式 如果你今天因為髮型的關係 沒有辦法做繞 但是如果我是年輕的 我一定會選擇這樣 用繞 因為我會把健康的繞到哪裡 繞到捲心 把那個瘦筍的包在哪裡 包在外面 他就不會了 但是如果他不要那種 木馬燙的感覺 他要那個尾巴橫捲的感覺 我只好這樣嘛 只好這樣的時候 我先把裡面疏肥塑乾 塑乾了之後 那個表面我去用ET把它弄到去蓋 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樣你兩個階段都能顧到 因為這是一個在溫度 好 什麼叫高到低 通常你們都瘦幾次 兩次到三次嘛 對不對 所以高到低的意思 就是135第一段15分 我希望各位第一段都直接15分 你們燙頭好不要燙那麼久 好 第二段10或5 這裡2跟3都5或10都可以 要看你頭髮的怎樣 長度跟厚度 越厚他就越難乾嘛對不對 那越薄勒 很容易就乾了 可能5分就乾了 好 第三段就會變成 一樣我都寫10 但是這裡5到10都可以 低到高的意思 就是把他們顛倒做 把他們顛倒做 把他們顛倒做 先讓他有點怎樣 告訴他說 溫度來了 嘿你要先適應一下 就像我們的確診剛前 我們不是都有打疫苗嗎 我都覺得還好我會打疫苗 不然搞不好就走了 但是因為打疫苗的用意是什麼 他告訴你 他告訴你這個病毒來了 你要會打仗 你不能傻打的讓他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這裡六十十五 這裡一百一樣十分 一三五再怎樣 十分 通常我會寫三段 你可以把三段縮成兩段 但是這一塊只要沒問題 我要告訴各位 其實你怎麼縮它都會很漂亮 第三段舒肥原理 六十度我曾經最高縮到五十分鐘 為什麼 因為只有六十度了 所以久不久 九啊六十度 但是我告訴各位很漂亮 他不會快 連那種漂過的都可以 就很漂亮 所以在這個溫度裡面 你就會看到 你們還記不記得在大概十年前 十年前我們還不流行漂頭髮對不對 還沒有那麼多人懶頭髮漂頭髮 還記得嗎 那時候溫柔計是幾度 兩百耶 那個掉起來的那個啊 那個是幾度 兩百耶 一百八耶 你有看到胃圍這樣爆掉嗎 沒有 真的沒有 以前真的很少 真的沒有 高齒 對高齒的真的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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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沒辦法了 是因為我們的頭髮髮是怎樣 越來越受損了嗎 還有 你們不要忘記了 不是他只有給我們燙藍 如果你是一直給我燙藍 我還沒關係 是因為他一直在外面自己怎樣 DIY DIY 破壞掉了 因為他一直在洗 爆泡懶也好 懶頭髮也好 梳子也好 反正用什麼都好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這樣子的頭髮容易燙還是不容易燙 對 所以請各位記得剛剛講的第一階段 我們是在走藥水 藥水暖化完了之後的溫度 你要怎麼選 記得當他起來之後再來決定 他好還是壞 他好還是壞 那這個溫度完了之後再來就靠誰了 二劑 請你們記得二劑盡量要上兩次 第一次上完之後剩下五分鐘 一定要拆掉把它全部髮尾都怎樣 全部都捏過 因為很多人上二劑不夠 二劑不夠會導致你剛剛打斷的鏈劍 沒有完全接回來 那沒有完全接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怎樣 不捲而已嗎 不但不捲 他會毛 為什麼 因為你把人家鏈劍怎樣 打斷了沒有再重組回來 所以他是會越來越毛 然後又不捲 所以當你的二劑越多的時候 你的頭髮是越亮的 這樣了解嗎 好 所有的藥水裡面全部都是叫秀酸納 請你二劑都要停15分 唯一的一個濕光 這個是雙秒二劑 那這個二劑沒了 因為在飄的過程 他已經都跑掉了 都被飄的吃掉了 都跑掉流失了 所以他就摸起來就是硬的 這樣理解齁 好 好 從我們的軟化一直到溫度 這些做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這軟化的過程裡面 請你們記得 我不管你是用他這麼強還是用他都只要幾分 15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問題是我這一片可能 欸你們注意看喔 你們在上個人的頭髮也要注意些之後 很多人頭髮都是比較受損在哪裡 在頭髮 看到最後一片的時候你發現 欸我一樣的藥水 可是一樣的顏色我看不出來 結果他表面已經開始怎樣 縮毛了 根本就連5分鐘都不到 這個時候請你就先噴表面的還原 你的頭髮就可以救很好 還原噴越多 你就會發現那個頭髮燙出來的顏色會越深 對 會越深 還原越少 我們頭髮本身有沒有色素 他就通通通跑掉 因為以油醇磚打斷了之後 他全部色素啊 油啊 水啊 全部通通流出來了 所以你的頭髮看起來就會比較臟 當你頭髮燙好的時候 跟剛剛他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比較深的時候 表示這個頭髮是好白白的 好的 好的 他一定會變好 這樣聽懂齁 好 從我們在軟化裡面的藥水 各位都會知道 這些藥水裡面 這些溫度裡面 但是各位還記得我們在 以前在講訊號老師 我給你們一張錶 就是調配方啊 對不對 那調配方我是不是說 上面這台藥水全部去加誰 腳原嘛 對不對 那各位還記得嗎 當他們全部加腳原的時候 來 請你們記得一件事 在配方裡面 我希望各位好好的運用 我們所有的頭髮裡面都分幾級 三級 我都叫你們要分幾級 五級 五級嘛 那第一級一定是誰 健康 很健康 但是健康的上面還有一個叫什麼 一個一個鋼絲 自然卷 對 跟這麼像鋼 還有一個不要忘記了 現在你們再把它加一個進去 叫白髮 有沒有發現白髮 容易看還是不容易看 不容易看嘛 自然卷 鋼絲 這是白髮 這就是我們的 所以在第一級裡面 我們會分兩個 一個是超級的 一個是什麼 一般的自然卷 所以我有沒有叫你們 濕光或深化都加怎樣 一個是10比1 一個是5比1 記得喔 這裡深化也好 濕光也好 請你記得都這樣做 那2、3、4勒 2、3、4還記得我上次叫你們做的 HRHP的什麼 一般 這裡是中度 這裡是極度 各位不要忘記了 第五級就是已經 漂過的 漂過的一次 兩次甚至三次 你都要用這個極度 那極度這裡一樣 5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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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五級開始 是不是一次就變 1比1 1比2 多少 1比3 好了 也有同學告訴我 我剛剛早上來 先跟各位講的一件事 當這個人 我用1比1也好 1比2也好 1比3也好 會不會爆 還是爆啊 所以我剛剛說 如果我剛剛在看他那種頭髮 軟化的過程裡面 我已經調到這樣的腳原這樣子 通通這樣了 會不會爆 還是爆 所以請你只要漂過的 用瑞姿打底 讓他刺 他是不會爆 他是不會爆 這樣聽懂沒有 其他的就調誰 腳原 不要忘記了 它是大概值也是一個隔熱 也是一個抗二霜 所以你們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調 好 濕光 我要告訴各位 在這裡面 今天我們要講的濕光 是因為他是新品 那新品 我希望各位你們很棒 因為你們來上課 你們可以少走了很多 因為環境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產品要生產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試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可以告訴你他的優缺點 那你是不是就不用試了 對不對 濕光是我們現在目前這裡面 剛剛寫的 他最強還是最弱 最強 請你們小心用 他強高讓你會受不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上去 好 我來找 假設找頭髮好了 這個黑的這裡不算 這個顏色的這裡 然後又 他這裡是不是要流燙 我現在如果用濕光直接刷上去 你們就會怎樣 馬上爆 好 那就這麼強 馬上爆 馬上Q起來 這樣很危險 不會啦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跟你們說 可是我又很愛他 為什麼 因為他快 很快 第二個 自然卷跟那種 很粗的 很毛的 很硬的 很快 他非常的快 對 很粗 對 對 粗硬法 那以前真話是不是也可以的 可是還有人反應才會 就出了我們這一組 有人反應是誰 誰的頭髮很滿燙 你們不覺得外籍來的都很滿燙 他有沒有很絕 哎呦 可是是細的 很奇怪 當然頭髮不是粗 他們頭髮是那種 看起來密密的 很多 然後細細的 可是呢 他不只 他比非洲還難燙 我告訴各位 那個非洲的那個群格還比較好燙 他比非洲還難燙 為什麼他們很頑固 那為什麼那麼頑固 因為他打不斷他 所以我們的濕光 他就可以打斷他 好了 所有的藥水都是雙狀 請問 他的量會影響你的速度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記得這一點 藥水的量會影響 燙頭髮的速度 也就是說 為什麼你燙跟我燙不一樣 因為我上的量怎樣 我 各位如果有常常看到老師的影片 就會發現老師 我在用的產品好像不用錢 但是我跟你們一樣要那些錢 不是不用錢 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量跟速度很有關係 因為你們上的量都怎樣 太少了 好了 這個量用在藥水 就是速度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量用在攬頭髮呢 飽額嘛 所以為什麼你們常常跟我講 我們台北也很多學生跟我講 老師為什麼你跟我講的配方 你攬起來拍起來是這樣 我攬起來拍起來是這樣 那你們覺得量有沒有關係 有餒 他的量可以少我一半 我真的佩服你們 我覺得 我有時候真的還蠻佩服你們 就是你們的量怎麼可以這麼少 可以把人家整個頭髮變攬 我真的還蠻懷疑的 假設這樣的量 我懶得一百六一百八 他一百八十就可以攬起來 他是怎樣懶 所以我真的不懂 你覺得他會飽額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要進去的量多跟少 會影響他的飽額跟顏色 藥水的量會影響我的速度 不要忘記了 當你的速度要快 你的量就要怎樣 那麼多跟飽粉一樣 飽粉量越多 他退的越快嘛 這是一定的啊 那很多人 很多人在飽頭髮刷個薄薄的 然後每次去洗上來就跟我說 哇怎麼只有退這樣 怎麼只有退這樣 我說你厚一點量上去看 他會退怎樣 這次變白都有可能 所以量很重要 因為你們就差在哪裡量 就差在哪裡 好 那在這一塊 調的這一塊 是不是很明顯 可以告訴你 他怎麼調 怎麼找頭髮 因為你們現在表有了啊 藥水也有了 什麼都知道了 但是你們通常都會怎樣 你們弱勢在哪裡 判斷嘛 你應該說 課來的時候 我應該找誰 不選 但是不可以把他拿他拿到 因為爆了就來不及了 這樣我們要理解 爆了我就什麼都不用講啊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來找我的配方 那配方 如果你要水 早上聽懂 老師講的話 那配方也是不是很容易找到 非常容易找不到 因為這個配方很重要 我希望各位利用這一塊 好好來找一下我的配方 好不好 好 那這個配方很好找 再來我剛剛早上教的矯正 矯正 還有矯正是我們一個名詞 那我們私下這樣講白話教舊頭髮 你們有沒有發現你的頭髮燙爆了怎麼辦 有沒有很多人燙爆啊 最近就很多人傳給我 剛說我說老師那個爆了怎麼辦 我說我又沒有摸到 但是如果這一頭我現在看到它爆了 什麼叫爆了 這樣不叫爆了喔 什麼叫爆了 說嘛 六個雷 六個雷 爆了很清楚 我這樣摸的時候會有 一粒一粒一粒 那個叫爆了 好 現在看起來還好 但是去洗頭的時候起來摸到是比這個軟的 那個就是爆了 那爆了怎麼辦 我們現場直接這樣講白話叫爆了要救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跟客人都講什麼 矯正 我們跟客人都講矯正 當頭髮是初印法的時候 爆了 然後就教你們一個最快速的方式 你們要學我這麼勇敢 爆了我都用誰救 他們兩個 爆了喔 我現在是講爆了喔 我都用他們兩個救 但是他們不會只有他們兩個 一定要靠誰 好 好 那我現在要寫給各位 爆了怎麼救 再來一個就是什麼 唇矯正 因為唇矯正就是當客人來剪頭髮 或者是他跟你說 我今天去看頭髮 湯太捲了我不喜歡了 然後很多客人很奇怪 不喜歡也不會再回去給他用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去給他弄不好了 他再回去可能也不會太好 所以他就不回去 那我太捲了或太毛了 那個叫矯正就好了嗎 或者是護髮前的自然捲 請你們先做矯正 我告訴你一輩子沒有人比你會護人 你一定要先矯正 因為只有矯正可以協助他什麼 打斷二流化劍 因為這個二流化劍很堅固很頑固 如果他沒有打斷你怎麼護 你們覺得護髮有沒有效 沒有效 沒有效你在護怎樣 護髮有沒有效 當然要看你怎麼護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自然捲護髮有沒有效 沒有效 我要跟各位講自然捲護髮真的沒有效 為什麼 他永遠都只有停留在哪裡 表面三天有效而已 洗頭了咧 就沒了 你不要告訴我我洗頭了還有 不管你用什麼都沒有 不要告訴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自然捲護髮比較小 所以你在護髮前要矯正 那燙壞了頭髮要來救 還有一個就是現場 如果你幫一個客人 假設男生好了 然後他第一次看頭髮 我跟他說現在很流行 男生燙捲捲對不對 結果燙起來他看到鏡子 嚇死他了 他覺得他沒有捲過 太捲了怎麼辦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輸半尺就好了 但是你又不可以把它輸掉 又不可以怎樣 各位都知道以前你們都怎麼處理這件事 據我所知老師沒有用過 但是我問到你們這麼多人這樣 據我所知告訴我的 有一半以上的學員都告訴我 以前都是拿引技來輸 對不對 好這是我沒有用過的 因為我不會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一點 會讓頭髮壞掉 因為引技是在幹嘛 因為老師學理論的人 引技是在打斷 你引技來輸掉 不是又把它怎樣 你怎麼都沒有 他只是把它稍微輸掉 結果你剛剛已經看好了 你現在用引技來輸掉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直了 然後後續就沒有在理他了 結果這個頭怎樣 二油畫鍵通通是開的 所以他回家洗頭就會越來 沖水沒有用 那是你比較趕固 我相信有多少人 沒有用二劑再把它輸一次 是不是直接把它稍微輸一下就好了 看起來比較直了 當下也看起來比較好了 可是問題 用到引技都一定要用到 對 那這是學理論的 才會有這個概念 但是早期沒有 就算他知道 他會覺得怎樣 你後來才知道 還好你又來上課 後來有用到一劑 打鍋了就一定要怎樣 但是老師也要告訴各位 有很多情況是不需要這麼麻煩 因為我們有更好的什麼 產品 這樣瞭解嗎 好等一下我會把我們的 舊頭髮跟什麼 矯正的再寫在上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個頭髮不是我燙 就是別人燙的 那回來可能他反應說 欸我的頭髮怎樣 很乾很毛 燙壞了燙爆了 欸我心裡都會告訴我自己說 其實有些人真的好幸運 客人來洗頭 我明明看到他這頭我燙爆了 你說你的頭髮最精彩燙的嗎 爆了嗎怎樣 當然他可能對我這樣說話 對他的設計師主事 他跟我說什麼就要來 沒關係 那我的頭髮就不好看很爛 他爆了就爆了 檢掉就好了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好的客人 爆了就爆了 檢掉就好了 但是實際上他是對我這樣說話 為什麼 人有一件事 人通常不會對第三者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去給他看爆了 是他錯了 不是我錯了 所以他不會對我承認 這樣理解嗎 他對我一定是講什麼 講奧丁的 他會說啊沒關係啊 爆了啊改天秀掉就好了 其實他會不會建議 建議啊 但是我現在看到他爆了 我可不可以幫他救 可以 當爆了 再救頭髮跟矯正有兩件事 一個是矯正 矯正我剛剛說誰 一個是來剪頭髮的 表面怎樣 自然卷的 這個自然卷有沒有辦法改 他天生的 他每次來剪頭髮一定是這樣 自然卷的 誰來剪頭髮表面自然卷的人 第二個是人工卷 也就是胖怎樣 太卷了 或者是太毛了 這個可不可以幫他救回來 可以幫他救回來喔 剪表面自然卷的人 人工卷的人 太卷的太毛的 這個你們都可以幫他處理回來 第三個是誰 要來誤防的 好很多客人 除了有一種天生地質 就是我的頭髮很美 我一直保護他 我要來誤防 要不然為什麼他來誤防 他為什麼要來誤防 有一半的人 我們不要說很多一半 有一半的人為什麼要來誤防 他覺得他誤防 毛了 皺了 就是摸起來質感沒那麼好 看起來表面沒有那麼光澤 他才想要來誤防 對不對 那來誤防的人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自然卷 一個是什麼 人工卷 一個是直的 你現在要先想好 他來誤防是自然卷 人工卷值的 但是他今天的目的 是要來誤防 請你們把它放在矯正那一塊 矯正那一塊就好了 好 在矯正的這三種人裡面 那配方怎麼辦 配方怎麼辦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唯一的一個 HRHP的極度受損 記得齁我們HRHP的極度受損 加腳原蛋白 你就會看到這一組藥水 因為他還是藥水喔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剛剛寫他 底流醇酸有多少 二 二而已 是不是一點點而已 那二會不會打斷念件 會喔 會喔 二是會的喔 所以不是 他還是有藥水成分在喔 所以會不會打斷念件 會喔 所以你們在矯正的過程裡面 如果用了他 雖然只有二 會不會把頭髮弄直 會 這樣為你丟了一次 所以來 我們一樣分 一二三四五 好 這裡 一比一 一比二 一比三 跟一比四 請各位記得 第三個 這兩個 這個 珍貴的是 這個 自然捲的 脂綁的 這個 這樣聽懂嗎 人工捲的人 太捲的 跟毛的 還有這個來護法 人工捲的人 你只可以用到 這一個 跟這一個 因為你會把它怎樣 洗直了 嘿 你會把它洗直了 這樣聽懂嗎 所以 我現在說的 這個一比一 一比二一比三 心裡面一定要記得 還是一定要用秤的 你不是隨便挖 就可以一比二 所以一定要用秤的 好 在這裡 我希望各位 光矯正這一塊 我剛剛說 如果 拿來 剪短 好 這樣的短頭髮 你看他這樣剪短頭髮 那我看到他表面 有一點彎彎自然捲 或者像看一張毛毛的 我就會告訴他 你可以讓我順便矯正 那矯正不是叫你矯正枕頭 也不用花太多時間 只要矯正哪裡 矯正 分髮線的周邊三公分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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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他這樣就叫分好的 他的形就是分這條分好的 對不對 分髮線的周邊四個面 瀏海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沒有 至少會有幾個面 三個面 三個面都二到三公分的頭髮 抓起來 把那一些矯正就好了 那一些矯正快不快 快啊 我現在還沒洗頭 我也還沒剪頭髮 那你先把它怎樣 先把它分髮線的周邊 三公分的地方 抓起來 全部把它上到水 用肩尾酥 全部把它這樣 疏順 也不用停留 你就多梳幾下 大概五分鐘而已 你就去洗頭 洗頭上來 你就會發現 他會有異常不到 他回家整理好 吹乾 他不會這樣毛毛的 好 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 在我們家收200 但是 剛剛有人說到了 欸 要不要上二劑 好 這個上一劑 好 當然啊 我會跟客人講 如果 像他這樣短短的而已 如果稍微長一點 我就收300 如果稍微長頭 我就收600 好 什麼意思來 假設這樣短頭髮300 有上二劑有收600 阿客人會不會問 差在哪裡 為什麼 差在哪裡 對 時間 時間 記得 什麼叫做上二劑 我剛剛說 誰可以不用上二劑 只要加二他 可以不用上二劑 可是咧 有上二劑跟沒上二劑 就是 你有把這個二 擋斷的鏈件 有沒有接回來 所以 如果客人問你 為什麼一個上二劑要500 或600 按一個300 你要告訴他 時間 第一個 時間 第二個咧 亮度 為什麼會有亮度 當我要上二劑以前的頭髮 我都會先把它摧直 或者是什麼 夾直 摧直的目的就是比較亮的 夾直的目的就是比較怎樣 扁的 來想一下 當一個頭髮是圓形的時候 我們的頭髮是圓柱 對不對 那如果你沒有用離子夾夾扁 你怎麼洗頭 他還是怎麼洗 圓形嘛 不管你亮了 不管你塌了 他還是圓形 但是那一種又不要怎樣 扁 扁 不要扁的 自然捲的 還有髮量多的 請你多花五分鐘 用離子夾把它 三公分怎樣 夾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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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目的是為了夾扁 離子夾壓下去之後 當我這個二打斷的臉間 他就會變變 我們的頭髮是圓的 他就會變變 散掉的時候就 就 不是 上二期前 就是 洗頭上來 我整個都剪好了 請你再多做一件事 把它吹順 好 如果他頭髮像好是這樣 只是毛不要太多的時候 你只要把我吹順就好 你把我夾下去 我會怎樣 我會太扁了嘛 我不要 那如果我今天是自然捲 或者是很毛躁 偷的我想要怎樣 貼一點 乖一點 你就幫我怎樣 夾那幾片 就三公分只有一次而已 一片而已 好 等於只有三四片而已 夾一夾之後 請你們用 我們現在的濕光 因為我說濕光是怎樣 八分就可以了 濕光的二劑 來用一點點淋上去 肩尾梳梳梳下去 這樣就好了 五到八分鐘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 前衝比較多嘛 所以你就要跟他說 這個是時間可以 一定都怎樣 久一點 還有呢 亮度可以 高一點 因為夾過頭髮 會不會比較亮 不要說夾過 只要脆過 就一定會比較亮 只要有脆過頭髮 一定會比較亮 所以在這裡 你們會發現 還有 來 這一個 這一個是 關鍵 欸 現在的人 付髮多不多 多 我們喜歡付髮 因為我們家付髮 都是做一千五兩千 比燉頭髮 好像賺太多了 為什麼 付髮你不會叫他 你每個禮拜付 只要你有錢 每個禮拜都可以付 欸 不要每個禮拜來燉頭髮 對不對 所以啊 付髮多不多 多 那你要怎麼去幫他付出來 像我們是怎樣 他看得到的 他一直都看得到的 因為我剛問你們 你們是專業人士 我剛問你們 護髮有沒有效 有 有人剛問我說沒有 啊沒有 還幫人家護 欸對 說沒有啊 那護髮到底有沒有效 當然有 那是效果多久 欸 就不一定喔 對不對 不一定喔 你如果是表面部 撤多久 撤到洗頭 因為像老師 我都用結晶霧洗頭 還跟表哥 結晶霧洗下去 是不是什麼有都沒有 欸 所以 如果你是用深層洗髮精 用結晶霧洗頭的人 我不管你怎麼護 你就是撐他三天而已 你就是撐他三天而已 不行啊 像我頭髮怎麼用口感 我用口感 我每天都覺得 讓人家覺得往上沒洗頭 就會 全部都會 欸我的頭髮是 洗乾淨才會變這樣 不然我的頭髮是乖到怎樣 乖到比人家燙離子燙還要乖 我就 所以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弱點在哪裡 像我就喜歡這樣 可是我的客人 愛死我的頭髮了 為什麼 他說 我看到你的頭髮都一直都直直亮亮 也不用幹嘛 也不用護髮 但是我 我會跟人家說 我有沒有護髮 有啊 當然有啊 但是我 但是我一輩子沒有在護髮 是 我不敢護髮 因為我只要護髮 我就怎樣 啊 就衝不起來啊 所以我要怎麼護髮 我也很想護啊 所以後來我就會護哪裡 你知道我們這隻和首不出來 我好愛 但是我敢護哪裡 就去抓那個髮尾 那個我們的妹妹幫我稍微 叫我一點 不行不行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凝固 我只要護髮 我這一個禮拜都吹不起來 他完全都吹不起來 所以我護髮很浪費 因為我這護完之後啊 本來洗頭洗兩次對不對 就我們洗髮精工兩次對不對 我要用三次 我要為了要他痛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弱點 來護髮的人 一個是自然捲 一個是人工捲 一個是他很毛躁啊 對不對 指髮他想要更亮 更柔 還有很多人來護髮的目的是 為了那個摸起來怎樣 很順 很像那個梳子放著 他就會怎樣 掉下去嘛 但是卻很少人會這樣 尤其是捲髮 捲髮看到 現在的人都用手繞 繞起來要怎樣 亮 亮啊 那為什麼頭髮會不亮 你們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頭髮會不亮 當然頭髮是條件 天真粒子也有關係 但是很多人沒有嘛 那為什麼頭髮會不亮 因為毛鱗片全部都翻開嘛 好了 如果他沒有燙染 為什麼還毛鱗片翻開 毛鱗片翻開 是因為燙染的藥水 去把它傷害到 但是很多人卻沒有燙頭髮 就毛鱗片翻開 因為紫外線 那個是外在 但是因為第一個 濕染卷 濕染卷的人 通常他不是這樣直的下來 他一定是怎樣 完的 所以你從表面看到一定是怎樣 毛鱗片一定會有翻開的 你如果把它蓋下來 但你的頭髮你要讓他覆 如果他完全無燙染 有沒有藥水傷害 來我要告訴各位 無燙染的人是沒有藥水傷害 所以他的皮質層是沒有打開過 他會毛會照 如果今天不是自然卷 而是脂肪 然後又無燙染 正常來講這個破壞 應該是好好地亮亮的 但是他不會亮 就跟你們剛說的一樣 外在的關係 可能他的工作 可能他吹風曬太陽 都有關係對不對 他來護法的 這個無燙染 沒有皮質層傷害的人 請你記得 他根本不需要做什麼 叫做內結構 因為他沒有上過 他不要做內結構 他只要做什麼 外結構 來外結構 一個內結構 一個外結構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好好把這兩塊學起來 內結構只有兩瓶可以做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做什麼 一個叫 重建 只有這兩個 一個叫同質素 一個叫重建 我已經重複很多次 同質素跟重建 差在哪裡 兩個人都是 胺基酸 都是在補哪裡 內結構的空洞 就是當你有空洞 有燙染的傷害的時候 皮質層裡面才會有什麼叫做空洞 表面壞掉叫毛鱗片外板 就是毛罩而已 好了 這個空洞 要補這個胺基酸 只有他們兩個人可以進去 你要告訴我們公司其他馬油有多厲害 都沒有 他進不去 他進不去的同時 你是不是要先補他們 好 那他們兩個差在哪裡 同質素 沒有油 他們兩個差在油跟水 所以當頭馬有油跟水的時候 摸起來的感覺會怎樣 比較柔順吧 所以如果你的頭髮想要讓它變硬 你就用誰 同質素 想要讓它柔一點就用誰 同質素 但是通常誰要讓它變硬 來護髮的人 我們現在講細髮會讓它變硬 但是我現在是說來護髮的人 是不是希望他也有一點補到 也有一點什麼柔順 所以在護髮這一塊我希望哥用誰 重劍 我們的三號重劍 我們的重劍怎麼用 我希望哥要記得一件事 重劍必須要輕劍打開的時候用 什麼叫輕劍打開 什麼時候可以讓頭髮的輕劍打開 撕的時候 記得喔 撕的時候 當你頭髮撕的時候 輕劍是打開的時候 猜猜用誰 所以什麼時間用 洗完頭嘛 洗完頭用嘛 洗上來頭髮不是濕的嗎 你只要把它擦乾不會滴水 這個時候用 你把髮尾 越受傷的地方 大量的補進去 還有如果聽到你的客戶說 我的頭髮都流不長 我的頭髮都梳了就斷 還有一種人在廁所吹頭髮 在房間的枕頭都會看到掉頭髮的那一些人 就是他的空洞特別多 那一種呢 你就幫他補充劍 補完之後用吹風機 你要熱風冷風 我不管你隨便 你就把它怎樣 把他吹乾 把他吹乾 把他全吹乾 吹到全乾都沒有關係 這個才叫 什麼叫全乾 為什麼要全乾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要全乾 清潔壁起來了 對清潔壁起來了 他把他吹進去嘛 那吹進去之後頭髮也怎樣 乾的 結果清潔壁了 然後他鎖在哪裡 裡面了 好了 我現在用的外結構 都是所謂的蛋白質 我不管你用哪一瓶 都是所謂的蛋白質 那蛋白質我們有好壞啊 各位會不會挑好壞 會啊 你們會挑個人部 六百八百一千一千五 你總不可能他 挑六百一也給他合手舞 挑一千五也給他合手舞吧 不可能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挑 誰誰誰是好的 誰是比較 保養成分沒加那麼多的 對不對 但是老師要告訴各位 因為老師每次在上課 我都不管業務在不在 不管經理在不在 我要告訴各位 我目前用到 最可以讓每個頭髮 瞬間馬上揉順的 只有一瓶 只有一瓶 叫做生態 有沒有人用過 有 有沒有用過 用過的機會怎樣 他真的不可思議 我的客人回來都自己跟我講 他要用上次那一個 我說我現在有新的 他說不要 為什麼 那我當然不是叫你們 只有用生態 因為我用的生態是一千五以上 我才會用 但是如果萬一客人沒有辦法付這麼高 我當然要去挑誰 挑比較便宜的對不對 挑比較便宜的對不對 好了來比較便宜的 現在夏天到了 我相信台南也不輸 台北一樣很熱對不對 很熱 夏天到了我告訴各位 有一個也一樣可以讓你便宜又柔順的 切紅樹 切紅樹 那不可思議 切紅樹 而且各位在座的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麼多人 你看我現在看到 除了男生以外 幾乎沒有人沒有來頭髮 對不對 切紅樹 他可以抗氧化 他可以讓你的頭髮 比較柔韌度 滋韌度持久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一直在講說 番茄是怎樣 很好的抗氧化 所以我希望在這一塊 那你們當然可以分 因為老師也在講學堂 在上課以前 在任何的課 我會一直告訴 我送的護法 我都用大抗 你知道嗎 送的 那不用錢的叫送的 你知道嗎 我就用什麼 大抗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分 可能會不會有感覺 會喔 我告訴各位很勇敢 我現在說 我送你一次護法 我用大抗 但是 下一次來我就跟他說 你的頭髮很乾的 你剛好胖好 你可以用好一點 我就跟他說 你只要加 我本來是護一切護法 你只要加600或800 我變成把它轉成什麼 生態 我告訴你 我從大抗轉到生態 那這個 這個月會不會很有感 非常有感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法油的好壞 價值也關鍵在哪裡 價錢 價錢 非常非常實際的東西 因為他們 我們台中教室剛搬家 昨天第一次上課 然後就教了便當 然後學員就 一早來登記便當便當 好登記完之後 中午就發生了一件事 早上學員說什麼 為什麼還有70塊的便當 結果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中午連一口都沒辦法吃下去的 對 真的沒辦法吃下去的便當 然後我吃完 台中的耶路說 喔那個 我不要吃沒關係 我吃那個肉就好了啦 結果他說 我跟他說 我吃那個排骨就好了 結果他一直笑一直笑 我不知道他還笑什麼 後來他跟我說 老師 那是雞腿 那不是排骨 我從哪裡都看不出來 他好像雞腿 所以我就覺得 那他們 因為我們台中一個 耶路就很可愛說 我就不要告訴你們 一分錢的啊 為什麼還有70塊 但是那也太扯了 我跟你們講 在台北連半個月都看不到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很挑 那你們的客戶也一樣 也很挑 為什麼 網路時代已經來了 他們不用你講 他們也不用別人講 他們光拿 他們手機就怎樣 就很多人告訴他 他現在去懶了什麼 燙了什麼 護了什麼 會不會有人跟他說 會 所以你們一定要跟著進步 你們滑手機也要看這些資訊 不要忘記了 因為流行資訊對我們來講 雖然我早上跟你們說 現在流行這樣大波浪 我們用不到 但是你要不要懂 不要 你要懂 而且你要懂 他怎麼能燙出來 為什麼可以燙出那個大波浪 那為什麼年輕人現在燙過吧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很厲害 我真的很佩服這些新講師 什麼叫新講師 他燙一哥頭可以燙七個小時 然後拍照可以拍三個小時 然後就這樣唱八點才下課 對 因為我去看如果我嚇到了 要先走嘛 身為我是老師的 我又覺得很不好意思對不對 好了就一直等 真的光拍那個照片 拍三個小時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在網路上看到照片 每張都那麼漂亮 連一根都沒有飛起來 原來是他把它放下去的 在我們理解為止 我們不需要 所以你們要學的是什麼 技術嘛 技術本會到了 你的客人就可以留 好 那在這一塊裡面 我希望這一塊裡面 動作不用太多 就是怎樣 來的時候是乾個頭髮 直接輸 直接刷 直接去調這份藥水 刷一刷 輸一輸 大概停五到十分鐘 像我 我都不會停 我都不會離開他 因為這五到十分鐘 我大可以再賣很多次護髮 或者是洗髮精 所以我不會離開他 我要幫他矯正對不對 我調奶的 我幫他矯正 嚼嚼嚼嚼 然後通通上髮了之後 我就利用肩管輸這樣 一片一片一直輸 我說你的頭髮真的很毛 真的很毛 然後就一直故意跟他講 真的很毛 然後很毛很毛 梳完了之後 洗上來之後 我告訴你 他等一下會看到他不可思議 那頭髮真的變好了 因為我們的手很神奇 腳元放上去跟你輸二十下 絕對不一樣 這樣聽懂嗎 因為我放上去 就這樣放著而已 但是我用戒尾輸會怎樣 會重複吸收 一直重複吸收 一直重複 所以當你去輸他的時候 跟放著 絕對不一樣 絕對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那種很難軟化的客人 請你們做一件事 你在十分鐘或八分鐘的時候 再上第二次一劑 會比任何動作都還要快 因為他很難嘛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你們在燙冷燙好了 冷燙有沒有冷燙不覺得 有沒有看到 佛巴桑啊 白髮的 你都會覺得他很容易板子 他們會覺得 我告訴你們一個方式 最快的方式 你不用上很強的藥水 你只要上兩次藥水 這樣聽懂嗎 我本來一次是幾分 十五 我可能第一次幾分 第二次再上一次再 我告訴你 這個十五用強的 這個用弱的 這個漂亮多了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就像醫生他跟我們講 我現在給你維他命C 那一天本來就要吃兩顆就夠了 結果你就兩顆一起吃 對不對 但是我想說 我快要吃三顆 更多嘛 他會不會吸收 不會喔 你反而是今天吃兩顆 明天吃一顆 他反而還怎樣 吸收了 我現在吃三顆有沒有吸收 沒有 所以要記得 你分段上 會比你上時間長來的況 所以如果你覺得 欸 好像看起來沒有那麼捲 你再零零次會更快 你要多捲就有多捲 欸 會有很快速齁 好 來 矯正這一塊有沒有理解了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 欸 這個要好好做 這個 這個做完之後 你會不可思議 我剛剛講的 先 矯正 起來 再 內結構 內結構 內結構完在怎樣 外結構 外結構 外結構就是需要靠蒸氣 我希望各位外結構都不要靠一梯 因為一梯叫乾熱吧 大白質需要誰 水 水 不要忘記了齁 所以這個護法一定要好好做 你會看到你的客戶啊 他自己洗頭一個月都還摸得到那個護法的感覺 很多人都護一護三天就可以了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你好好護 護完之後那個頭髮 而且你可以問他 教他注意一件事 他洗完頭必須再加吹頭髮 你看他地上掉多少頭髮 護完之後叫他吹頭髮再注意看看地上掉多少頭髮 你會發現他的頭髮比較不容易怎樣 斷念 嘿比較不容易斷念齁 好 再來腳增台後呢 我們說的舊頭髮 什麼叫舊頭髮 為什麼要舊 各位覺得為什麼要舊 蛤 壞掉吧 一個是別人燙壞的 一個是誰 你燙壞的 一個是 我們當下燙起來怎樣 太捲的 你們有沒有問過你當下燙起來太捲的 來 第一個 當下燙起來太捲的 就是也沒有壞掉 但是就是太捲的 他不要那麼捲 他可能沒有燙過頭髮 第一次嘗試 那他覺得等一下 太捲了 我不要那麼捲 那怎麼辦 你們覺得怎麼辦 來 我剛剛有沒有跟各位說我舊頭髮都用誰 東神 時光 還有勒 神話 還有勒 好 我舊頭髮都只有他們三個 因為這是最快的 因為我沒有要等 那我沒有要等 我要誰多 脂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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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瘤脂多 所以脂瘤脂最多的是誰 脂瘤脂 他們兩個嘛 欸 那拼去脂瘤多 會把我的頭髮弄壞 所以我靠誰 脂瘤脚圓 欸 所以我用他們來加 欸 我就把它降下 我可以很快速 當下太捲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來假設好了 假設現在這樣 當下 放起來這麼捲 我要怎樣 大捲一點 那大捲一點 我剛剛是說 如果你調第一級跟第二級 會把它弄直掉 我現在是不能讓它弄直掉 好的 這個時候太捲 我希望各位做一件事 把這個保留 這個再降多一點 所以現在太捲了 你去拿潤絲來枕頭把它抹上去 不是在沖水排喔 在這裡 枕頭抹潤絲 多一點也沒關係 抹完了之後 來我調一個叫濕光 一劑 加誰 腳圓 如果我調1比1 1比1就是如果我調20克 這裡要多少 好這一碗 再來把它全部梳上去 那梳上去 誰隔離了我的遺留醇酸 你有沒有聽懂 所以 他隔離了我的遺留醇酸 好了 一梳上去之後 你在梳的當下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梳了之後 他會毛髒比較不見 梳完之後 就馬上去洗頭 洗完頭 順滬起來 就好 而且我告訴你 那個抹起來的感覺 就會跟濕光的濕那個字一樣 就是有一點像 你們現在的床單有沒有買那種濕子的 就比較 那一開始我不喜歡那個 但是後來我覺得 真的要去適應它 為什麼 我很喜歡純棉 但是純棉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缺點 就是棉絮 對就是棉絮 對就是棉絮 那不知不覺 我們在睡覺可能會洗很多棉絮 所以就要去適應這一點 為什麼人家有錢人都去買什麼 怎麼棉 怎麼幾支棉的 原來是這個意思 嘿 所以啊 你會看到因為純棉很好的 那個棉絮 你們如果眼睛像我這麼好 我眼睛視力非常好 那個棉絮 那個蟲有沒有 這樣一甩 我都看到那個房間的棉絮在飛 所以你看那個棉絮有多少 所以用這個方式 你就會發現 那我時間呢 不用等 你倒好倒好書你就會知道了 就直接沖水順庫 嘿 就直接洗 欸不是沖水喔 因為我們有用到這個 所以一定要用洗髮精 嗯 一定要洗喔 啊洗髮精洗完再加水 順庫 好 這個動作 我要告訴各位 萬一有人去燙頭髮燙爆了 你應該可以這樣做 你應該可以這樣做 那早期沒有濕光的時候 老師都用誰 什麼話 但是我現在兩個人做出來的效果 他一樣是直的 欸不是直的 一樣是比較喔 沒有那麼捲的 沒有那麼毛的 但是只有差一件事 他們兩個 我現在唯一撥到的一件事就是 他會滑 他就是有那個柔柔的 會滑的感覺 他一樣會亮 一樣會順 就差在這裡 所以只要看你去選擇 哪一個藥水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產品也好 藥水也好 越來越多 那多你要知道 他每一瓶 有每一瓶的特性 你要去抓他 為什麼要用 就像我現在 我告訴你們 你們都用導火霜還是用 你不覺得 都有 都有 為什麼會都有 我都用導火霜 他有的會 他兩個用起來之後 你覺得 比較起來之後的 特性 誰比較好 你們覺得他的優缺點 你們都有的目的是 業務叫你拿什麼 就拿什麼 沒有啊 不然為什麼會都有 對不對 導火霜是我們歷史悠久的 很久了對不對 但是你們不要忘記 他叫做霜嘛 生氣 那 那個咧 Q捲乳咧 他乳化了嘛 所以他會比較多什麼 水 來請問各位 兩個人 空起來 抓起來 都會覺得當下 誰會比較亮 水 水的嘛 因為我說水會比較有怎樣 有質感嘛 那霜的會怎樣 霜 霜一定會比較硬 記得 霜一定會比較硬 但是 他現在有一個優點 就是因為生化科技原理 他把它做成什麼 裡面有加雕 他一定會讓他說 以前的水不會有錯 就是你可能看到就是 亮亮的 有質感的 水水的 但是現在不一樣 越做會越好 是因為他既然可以定型 又可以怎樣 又可以持久 所以你要看這個客人回去 他喜歡這樣亮亮的 還是喜歡那個捲捲的 硬硬的 你才賣他誰 你才賣他誰 好 我個人比較喜歡導火霜 但是我賣客人又賣 Q捲乳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導火霜用太久 那個導火霜一抿回去 真的用很久都用過 那後來我發現 那Q捲乳很快 為什麼 因為他水的 他急急急急 欸很快就過來跟我說 欸我的沒有了欸 然後我好像很久很久 稍微聽到有人 過來跟我說導火霜沒有了 因為在電導火霜都用很久 這樣聽懂 在電也是我的 所以我用比較久 所以沒有 因為要看客人 他比較喜歡有質感的 還是硬 還是彈性度的 比較好一點的 欸我希望各位都可以用 我們早上很簡單 用理論 用我們的所有的藥水的配方 來教各位 你會將什麼調要水 這堂課因為 我跟我們經理要求的 我說今天不可以太多人 他本來跟我說 我說不行 欸 我希望今天的模特兒 我全程操作 欸為什麼要我全程操作 因為我要做中間的細節給你們看 欸這樣你們會比較 因為每次看影片也好 我叫你們動手也好 你們都會發現 一定會有哪一個頂去施錄到 所以我全程操作 只要有人幫我 其他的東西就好了 那我全程操作就是 從第一個 軟化 我到底用了多少量 跟我到底怎麼輸 這個是你們要看到的 我希望我每一次來上課 你們都有看到東西 不是只有看到我 好不好 看我覺得 你看就好了 不過我會 雖然你很假 因為都美肌 對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很假 我女兒圖給我美肌 我女兒幫我拍照是從來不美肌 所以你就會發現 他們很奇怪 年輕人說 那個相機本來就有一點點 不要再開那個什麼美肌模式 我說沒有美肌不能見 但是現在的小孩子 他說你們太假了 唉 我說人生就活得真真假假 沒有關係 看到喜歡就好了 誰要躺頭髮 我要看法姓法姿 盡量可以給我長的 因為長的我才有辦法 教你們怎麼輸頭髮 你被先卷成這樣的 要躺怎樣 你被先卷成這樣的是 然後還有 來 我們卷子拿來做的 因為我要上課 我可以同時 把兩個操作完 所以 你的 很漂亮 還有辦法 我們公司的 到處 來 松小神 我們 到處 也可以 我們 到處 你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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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